大家好,我是牛仔 已经有好段时间没有给大家更新视频了 也有这个家人呢,开始到后才催更我了 让我赶紧的更新视频 在这儿说声十分抱歉啊 今天我们这边下雪了,下的不大 我其实也想更新视频 但是呢,为什么没有更新呢? 这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 今天就趁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自媒体 谈论谈论啊 其实不了解这个自媒体的人呢 你跟他说也白说,说了也没什么用,对吧 你又不做这个行业,你跟他讲那么多干嘛呀 对吧,做自己的就行了 其实现在这个万种创业啊,对吧 大众创新,自媒体呢,属于其中一员 往前倒推个十年八年的 那个时候的话没有这个东西,对吧 那现在赶上那个潮流 它就是这个样子,对吧 大势所趋 那这段时间为什么没有更新了呢? 这就涉及了一个比较专业的话题 在两三年以前啊 那个时候我是刚得病啊,刚生病 那个时候也是看,看人家拍 看人家一些小视频 但是不知道这个小视频是怎么来的 这些人拍这些小视频要干嘛 对吧 不懂,和大多数人一样不懂 后来呢,因为在病床上起不来 对吧 所以说拿着手机啊,天天看 看人家那个一些吃播 那个时候胃口也不好 所以说呢,我后来我才躺在床上 我以后我也要拍视频啊 我要尝遍天下所有的美食 把自己吃成个胖子 这个话题呢,我跟大家以前已经说过 今天就再跟大家磊数一下 我呢,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下定决心要做这个自媒体的这个行业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叫自媒体 所以说当我能下地了之后 我就到网上开始自学 现在所有的一些都是我自己拍摄,剪辑 对吧 全都是自己,包括运营 都是自学的 在两三年以前呢 这个自媒体啊,它是属于一个发展阶段 到现在呢,是属于一个比较 快接近于宝盒的 其实岳父宝盒呢,还没到那个时候 但是现在门口比较高了 有些门口比较低 你随便拍一拍就可以 那现在不行了呀,对吧 随着这个从业人数的这个渐渐的加多 对吧,现在的话应该 做这个的啊,起码要两三个亿了 两三个亿的人群都在做 它就是个流量时代嘛,对吧 那么,呃,必然这个做的人多了 这个门口就提高了 所以说在一年半以前呢 我的环卫被拿掉了 不只是我,有很多的这个 几十万粉丝的啊 几万粉丝都被拿掉了 好多一些就是视频质量 不符合这个平台要求的啊 不垂直的 那我也是如此 以前呢,就是拍摄的器材也不好 然后呢,剪辑的这个也不够专业 包括这个视频里边的内容的话呢 也比较空洞 所以说呢,后来的话呢 我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提高自己 那么,我现在来讲的话呢 其实拍摄的质量也可以了 剪辑也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呢,就是垂直啊 这一块 主要还是垂直这一块 如果把这个垂直做好了的话呢 黄威我也会拿回来 为什么要拿回这个黄威啊 因为这个黄威呢 它一个是对这个创作者啊 一个身份的一个体现 还有一个就是呢 它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流量啊 视频的流量 也就是阅读量嘛 那阅读量多了的话 就会自然涉及到这个价值 所以说呢 每个做自媒体的人 都想得到这个平台的认可 我也不怪我 如此,对吧 所以说前段时间跟大家讲 我要做一个专注于 户外美食的这么一个频道 其他的就不再多发了 很多这个人 想让我拍一拍这个生活的也可以 其实的话呢 现在啊 你像以前啊 什么拍拍这个生活 vlog之类的 你就可以传到这个网上去 但是现在的话呢 这个生活vlog这一块 属于重灾区你知道吗 因为你听 就因为你拍的太杂了 所以说呢 它不垂直 但是平台呢 它是要求你垂直的 如果你不垂直了的话呢 一个是你的那个权重啊 它会限制你流量 也不是说限制啊 呃 是因为呢 呃 你一会拍这个 一会拍那个 那你 这些 呃 看光老爷们 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了 所以说呢 它重在这个价值内容的输出 你知道吗 那么 我不拍呢 也就是正因为如此 啊 正因为如此 所以说宁愿不拍 呃 现在离过年呢 还有一段时间 那么 我呢 马上要进行下一次的这个治疗了 其实这个身体啊 真的是蛮麻烦的 你知道 每次 要去医院去治疗 这个就很耽误 做你 很多事情 你知道吗 我其实现在恢复的还可以啊 大家看我的这个气色 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现在呢 属于长胖了 你知道吗 我前一段时间 我去户外 去体验这个生活去 对吧 然后有很多这个家人们 家人们呢 都比较关心我啊 怕我这个身体受不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我这个身体呢 是不能够这个 找这个寒凉的 还有的 怕我这个体力不够 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啊 到现在为止的话呢 这个癌症啊 其实我认为 嗯 它是一个被被被操控的疾病 可以这么讲 被操控的疾病 啊 多了不愿意 不愿意多说啊 不愿意多说 每个人的话呢 我只能讲 体会的不一样啊 体会的不一样 可能 嗯 是我 了解的比较多了吧 了解的比较多 跟不同的人去沟通啊 然后有了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所以说呢 我不太赞同 就是说 有这个体力的 去 在家里边 这么养着 呆着 那 很多的这个患者啊 你看 聊着聊着就又聊到这个上面来了 对吧 今天呢 反正就给大家拍一个比较杂的视频啊 都都说一说 那 在家呆着的话呢 有的人愿意 有的人是不愿意的 比如说是我 对吧 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啊 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所以说呢 你 你让这种 不想被捐在笼子里面呆着的人 你非要他捐在笼子里面 我认为在家呆着啊 就是在 把我捐在笼子里面啊 因为我不喜欢 不喜欢这样子 从我 当兵下来 我就没有想过啊 给别人去打工啊 赚这个 有钱 有数的这个钱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 这个东西如果说你靠给别人打工的话 因为我没有文凭嘛 没有文凭你靠给别人打工的话 你是发不了财付不了价的 那如果说平平淡淡的那样去生活的话呢 你满满足不了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些 怎么说呢 一些富足的条件吧 毕竟想要 毕竟想要 毕竟每个人都想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所以说我从 退伍下来啊 就一直 啊 我 我我我爸妈啊 那时候就在北京 然后做生意 后来我就自己创业 自己创业 一直到13年的时候 一直都是在自己 自己开店 后来因为生意做赔了 然后做赔了之后的话呢 然后 侮入企图 可以说是侮入企图 至于是干什么了 就不方便给大家多说了 从此 一路走下坡路吧 而且我也彻底的放弃掉了 我以前的行业 后来得了病之后啊 得了病之后呢 我就专注于做这个自媒体 因为我认准了这个自媒体 它这个发展趋势 只不过是自己没有做的好 因为一直是自己 没有团队 如果有团队的话 我也早起来了 也早起来了 或者说是我没有这个病的话 也早起来了 因为没有这个病的话 我可以 用所有的时间 用自己的体力 去做任何的事情 多次的出去 跑来跑去的 说句实话 都是为了 治这个病 赚点钱 治这个病 从 1919年 那个时候的话 其实 做自媒体呢 我就做了有半年多了 我是10月份开始发的嘛 1919年10月份开始发的 我 我今天 我今天我才知道 原来 我纳的那些税啊 是可以 有一些可以退税的 我把那个2000年的 2000年的 我纳的那个税 做自媒体纳的税 然后退了一部分 现在当然还没有到账 还没有到账 这个的话 自己就可以 在网上操作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 缴税嘛 对吧 是每个公民 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 这是应该的 只要你有收入 这必须要纳税的 我拍自媒体的话呢 我 大家每 点的一个流量 我得的每一分钱 我都在纳税 所以说 这个做自媒体呢 它也是有贡献的啊 我估计这次的话 如果说是 给我退回来 能退 消五千块钱吧 并不多啊 并不多 因为我 也就才赚了 四万来块钱吧 就是 符合这个纳税的 当然还有一些 那个 其他的收入 不方便跟大家多说了 好多 好多朋友 当然也给我打赏 也资助我的 这些都是 不计算在内的 不计算在内的 今天呢 我又想 真真切切的 把我这个账号做好了 账号的话呢 能够历史能及了 也不想再 让大家再给我打赏了 自己 治这个病的话呢 就自己挣钱 然后 把我后边的账还了 把后边账还了的话呢 我心里没那么多压力了 然后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 没有房子 对吧 我还想着以后 可能是妄想啊 但是也要拼搏去努力嘛 对吧 把视频弄好了的话 对吧 一个月能挣个 一两万 或者两三万的时候 对吧 有能力 把这个信用 做好了的话 然后还想去买房子 当然 如果我说 我能够活下来的情况下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啊 我现在调理的很好 对吧 话又拉回到 之前那个话题 并不是像 所有人想的 得了这个癌症啊 都应该在家 好好的养着 其实如果说你出去运动 或者说做自己喜欢能做的事情 然后开朗 心态好一些 把这个 吃住上面的话呢 然后能够调理好了的话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不需要把这个钱全部用在这个 医药上面 那个只是一块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毕竟它治 治不好 也治不死你 不是说治不好 也有治好了的 但是的话呢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毕竟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很难吃的 也需要钱嘛 对吧 我在过个四五天啊 就开去 出去治疗了 等治疗完了之后回来 我还要再出去 我上次那个 电的问题呢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是因为在外边 我去张家口 被冻坏掉了 你知道吗 那个电瓶被冻坏掉了 然后呢 我回来 把它给充起了一下 因为我那个是靠那个 有那个电控的 应该是 充起了一下 充起了好几次 弄好了 我现在还没接上呢 到时候我还是准备 再出去 再拍一拍这个视频 今天反正讲的 有点乱 有点砸啊 大家就 就凑合着听 反正就给大家一个 说法 一个交代 这几天还会断梗 今天就先发这么一个视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